我想追求自己的梦想 但她从来不支持我 还发动全家对我施加压力 让我放弃自己的工作室 自从她开了婚庆工作室 时长几天不回家 孩子也不管 她根本没有尽到一个 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 她希望我放弃自己的一切 做全职太太 再给她生个儿子 她就是想用这种方法 把我传在家里 我想要一个稳定的生活 而不是她整天出去抛头露面 我希望她能把家庭 放在第一位 她现在居然还动手打我 我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她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 我对她真的寒心了 与其他的情侣不一样 这是一对夫妻 婚姻亮起了红灯 他们该如何办呢 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尹26岁 来自湖南是一名个体 女嘉宾小赵25岁 同样来自湖南 是一名婚庆私仪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 三年了 孩子多大 两岁 男孩女孩 女孩 好啊 怎么认识的 就是一个酒席 我父辈的一个酒席 我们父辈认识 然后我们坐一桌 我们不认识没有见过 然后的话就看着挺好的 我觉得她也挺孝顺的 然后我们就加了一个微信 然后就聊上了 那时候她还在读书 哦 还在读书 等于一毕业就嫁给她了是吗 是的 幸福吗 我觉得谈恋爱那会很幸福 啊 结婚以后呢 结婚可能就是住在一起了嘛 所有的缺点什么的 就慢慢展现出来了之后 我觉得当时结婚可能过快了一点 那你们现在怎么打算呀 其实说实在的 我是希望继续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观点碰撞太激烈了 然后现在已经弄到她要跟我离婚 哦 小片里面听到一些端倪啊 这个现在等于创业了是吧 是的 做婚庆公司 嗯 也是一个婚庆工作室吧 特别忙 有旺季和旦季 旺季的时候特别忙 哦 孩子多大的时候开始自己创业了呢 一岁多吧 就因为这个工作室所以才有矛盾呢 还是在之前就有一些矛盾了 嗯 我们结婚这三年 说实话 有时候一些小的问题可能也会发生正常 因为我们俩性格碰撞比较激烈 她就想要我在家带孩子做一个全职妈妈 啊 但是我不愿意 我就想在外面做自己的事业 因为我觉得女人就应该趁着年轻 还是要在外面闯一闯嘛 啊 然后我们俩 那你那么早嫁给她干嘛呀 你嫁给她的时候没跟她聊过这事 说我嫁给你了 我还是要在外面闯一闯 当时没有聊过吗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聊到这么远 但是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嘛 然后生了孩子 我就想着还是要出去 要工作 嗯 她不同意啊 所以我们俩就吵 让她工作呗 我希望有一个安稳的家 我希望我的老婆能在家里把孩子带好 把家里进行好就行了 我主外她主内嘛 我觉得这样不挺好的吗 那她愿意工作 你得让人工作呀 她去工作有影响吗 对家庭生活 肯定啊 因为我们的孩子就带不好 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家里就没有一个家的感觉了 啊 所谓孩子带不好的标准是什么呀 就有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比较忙 因为我们厂里比较忙 然后孩子有时候没人带的时候 我妈有时候忙的可以说是 这上面说你是个体做买卖是吧 对啊 我们就是开那个塑料加工厂的 哦 然后因为也是小本金全家都得出动嘛 然后就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其实她是最好 自己的就是孩子的母亲嘛 在家带孩子是最好的 但是她不 她要出去 就因为这事我们吵了很久了 这看来已经不可调和了 那现在宝宝谁带呀 宝宝有时候是我婆婆带 然后有时候我工作忙的时候 就交给我妈妈 哦 你也不愿意带 不是我不愿意带 有时候我真的忙起来 我真的顾不上 对你忙起来的时候就交给妈妈嘛 不忙的时候交给婆婆嘛 你是自己不带的嘛 是你自己说的嘛 也不是 我其实也是尽量地想抽时间陪孩子的 我也不是说一心铺在工作上 什么都不管 理解理解理解 都理解都理解 我确实有时候太忙了 而且最近 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吵得可以说是心力交瘁了 而且她最近还因为这个事动手了 我真的觉得忍无可忍了 我真的觉得过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什么情况下你跟人动手啊 也是因为我一个朋友 他满月宴请我去喝酒嘛 看在场的都是生二个了嘛 然后其实我也挺想 对 然后我就喝挺多 回去就趁着这个机会 我就想跟他聊聊这个话题 然后我就好好跟他说 他理都不理我啊 我感觉我就像空气一样 这种压抑的感觉在家里 我觉得已经 其实太久了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很火 我去把他的邪东西撕了 他就站起来骂我 我那时候喝了酒 那时候就火了 没忍住就打了他一下 你觉得你动手就是对的是吗 那天你喝得最确确的回来 一回来就跟我讲 让我放弃我的工作 让我生孩子 我在那写策划案呢 我费寝忘食地工作着呢 你倒好一冲过来 把我的策划案就全给撕了 那是我的心血你知道吗 我说的不好听点 你去参加你那哥们的满月宴 你不就是羡慕嫉妒恨吗 你羡慕人家生了个儿子 你回来就找我吵 我不烦吗 最后你还动手了 动手这么久了 我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你有跟我道过歉吗 我怎么没跟你道过歉 你回娘家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 我给你发短信 你也不回 我怎么知道你回娘家 是重新回去的 还是回娘家工作 那工作室我还没说呢 主持人 我其实根本就是 完全反对他开工作室的 然后他背着我 找他妈借了一笔钱 把工作室开在他娘家 三天两头带着孩子住那边去了 忙的时候半个月都不回来的 感觉就像一顶脸一样了 已经我觉得 我父母看了会怎么想 我朋友们看了 还有我们真的 就这么分开了呢 我就特别恼火